大家好,这里是游戏废人 又一家游戏公司宣布开始元宇宙 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人看到标题就来喷我不懂元宇宙 毕竟党人才怒如杀人父母 但我做这部影片并不是要否认元宇宙的前途 而是能赚钱不代表它真的是新科技或新技术 就如同商人包装的话术 即使人类历史有求婚戒指的习俗 但用钻石做戒指求婚直到15世纪王室才出来的 而且也没有规定王室就必须要用钻戒求婚 单纯看求婚者喜好 必须用钻戒求婚 这个是经过商人包装才变成概念存在社会的 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钻石横直有远 一颗永流传就是那家公司搞出来的 已经有无数人强调过元宇宙概念早已存在许久 不管是刀剑神域、夏日大作战还是一级玩家 都被认为是元宇宙的代表形象 但如果你仔细看应该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些作品的创作时代根本没有元宇宙概念 其实这些作品都是用MMORPG套上虚拟实境去创造出来的 没错 因为现在市面上推的元宇宙 其实就只是没有虚拟实境的MMORPG加上现金教育 也就是官方自己内建8591在网络游戏里面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说这个东西会赚钱吗? 当然会赚啊 只是能不能够长久赚而已 最终就会变成看这个游戏是不是真的有人要玩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沦为洗钱工具而持续有价值 但元宇宙都有负责公司 所以我想说变成洗钱工具的话 主管机关应该不可能会不调查才对 这跟虚拟货币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天堂宝物会那么贵? 因为有大科长会买 那大科长为什么要买? 他们是买来炒作等他涨价吗? 当然不是啊 他们是买来用的 还冲买来做收场用的 也因此这些东西是会被消耗掉的 官方可以持续的用礼包贩售 而且持续会有人买单 玩家打到的宝物卖给这些科长 他们也是要买来用的 只要游戏玩起来有乐趣 大科长也会持续愿意接盘 但目前元宇宙的游戏 请问目前花钱买NFT商品的人 有谁是愿意接盘才买的? 就是我买这个东西 我是要拿来当做传家之宝 永久收藏 不会再转卖 不管他长到再贵我都不卖 有这种人吗? 那不都只是想要赚一笔 只有转卖没有接盘 这样就是抓最后一只老鼠的游戏罢了 再加上元宇宙强调的去中心化 就是元宇宙最大的骗局 并不是使用非同质化代币NFT 就是去中心化 NFT可以做到去中心化 但有没有去中心化是要看它的架构 只要游戏有开发商有代理商 那开发商代理商发行单位就是中心 他们可以修改游戏设定 可以调整几率可以调整需求 那除非游戏开发后团队直接解散 无人营运 这样子才是去中心化 但问题是有可能会有一款游戏完全无人管理吗? 不可能吗? 就算真的去中心化好了 去中心代表的是这个游戏里面发行的 所有NFT都没有人认证 加元宇宙里面会强调它的商品有价值 是因为它会经过NFT认证 这些东西都没有中心认证了 骇客可以自行修改复制 然后再标上一个NFT编号去当正品来卖 你可以确定你买到的是真正的编号 但那个NFT只是对那个编号做的防卫而已 不是对那个商品做防卫 商品是真是假 是需要由中心机构去认证 才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真的商品 也就是如果这款游戏没有中心的话 你买到东西根本没办法保证它有保值性 有可能这个商品它在这款游戏里面只会有10个 但是一旦去中心了以后 你根本没办法去判定它是不是真的只有10个 或者你买到的是那正版的那10个 买到的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买到的只是证明你的编号是独一无二的 但商品是不是独一无二无从判断 所以打从一开始 元宇宙游戏就不可能去中心化 要不然也不会有一堆人抢得做 因为他们变成中心 想私下偷发多少都能发 反正前到手游就摆烂 让剩下没脱手的人自生自灭 那回到元宇宙的本质 虚拟实境的去中心化MMORPG 去中心化做不到 那好歹也做出虚拟实境嘛 也不用打什么元宇宙 全世界第一款真实虚拟实境MMORPG 还怕会没有人玩 那说穿了 现在会有这么多元宇宙游戏 不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开发不出来虚拟实境 才不断的拿MFT去中心化来骗资金 那回到开头说的 这个能不能赚钱 当然能够赚啊 虽然我自己是不会用这个去赚钱 但我也不会叫别人不要赚 因为真的你就是有机会可以赚一笔 只是脱手时机自己要掌握好 不要傻傻的被伤人牵着笔子走 还有你的眼光要稍微挑一下 因为并不是所有挂元宇宙的都有机会赚 有些可能买了以后最后就只能够认赔杀出而已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